迫降CP选宾孙艺珍在上月底完婚后 火速在4月初整装前往美国度蜜月旅行 按照选宾与孙艺珍的行程安排来看 纽约应该是他们度蜜月的其中一战 选宾和孙艺珍自交往以来 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 小两口蜜月行从出境南韩到抵达美国 都受到大批粉丝的跟随 甚至还有热情的粉丝想拿下口罩和两人合照 却被选宾置之 让粉丝不要靠近呼吸行为超级加分 美国当地也陆续有网友求育两人 4月16号 一位超级大粉接到了海外粉丝的主动投告 这位投告的网友声称 自己在洛杉矶的圣诺尼卡海滩 偶遇孙艺珍与选宾 便套路两人全程非常甜蜜 偶遇者还爆料称 看到两人在浪漫的海边接吻了 不过偶遇者尊重两人隐私 并没有公开照片 想必那场景必定是浓情蜜意 完全是偶像剧高天桥段在线 夫妻两人在没有被关注与干扰的情况下 才能完全放下防备 像普通喜欢抗力一样真正做自己 对此也不免感叹 一直被外界聚焦的明星 也会有很多难以避免的困扰 相对于两人而言 他们内心更期待的是一场不受外界过多干扰的蜜月旅行 两人可以尽情享受浪漫移腻的二人时光 据此前还没报道 两人抵达洛杉矶后的第一个行程 便是一起去的高尔夫 为此两人还专门随身携带了专业球杆 据悉两年之前选宾与孙应珍 就是因为高尔夫球这项共同的爱好相知相恋 彼此开始互相吸引 共同的兴趣爱好 也让两人增添了更多共同话题 据悉两人此行还约了好友 其中包括李敏廷和李冰县 大家都是高尔夫发手用 想必这次大家有缘再次相聚 势必会利用这次迄今互相切磋一番 不过具体细节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在近期 有网友在纽约餐厅内 欧遇了这对新婚夫妻 引起讨论 无多有偶 又有民众在寿喜烧店 巧遇两人悄悄把偶像买单 这对明星夫妻得知后的反应太真实 4月24号 有网友在纽约餐厅 欧遇到了选宾和孙应珍 一同在餐厅用餐 选宾孙应珍分坐左右 孙应珍正用筷子夹去食物 另一手隔着袖发 拖着下巴的动作尽显优雅 孙应珍五官十分立体 生徒照样能大 选宾的头发也打理得十分有形 一身黑色穿搭 张谢冷军气质 他一边手持手机 一边看着服务员的操作 帅哥料女同框十分养艳 不过孙应珍埋头准心吃饭 选宾则盯着摆在桌子上的手机 被网友调侃是真实夫妻 各吃各的饭 各看各的手机 在孙应珍的旁边 还坐着一位端装的女性友人 应该是选宾和孙应珍 两人在美国的共同朋友 三人都穿得非常正式 选宾如既往地穿着帅气的西装 而孙应珍则穿着端装的日常服装 看起来非常秀丽 女性友人穿着滑色连衣裙 看年纪应该比孙应珍要老不少 目测应该已经到了五十几岁的年龄了 选宾和孙应珍一同前往美国度迷运 可是他们还无法习惯美国的汉堡包 无法习惯美国的饮食习惯 吃不惯西餐的他们 多次下到韩国餐厅里面吃韩餐 幸好在纽约 韩国餐厅并不少 只要有钱就能够享受到相应的服务 受到疫情的影响 在美国的韩国餐厅生意并不火爆 可以看到选宾一行人并没有包唱 而是坐在大厅之中 可是人数却并不多 除了选宾几人 几乎看不到其他人出场 值得一提的是 为选宾服务的服务员 也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亚洲人 近日前在高级餐厅用餐正面被拍后 又有网友在售喜烧店 看见他们的身影 网友欢迎 选宾与孙应珍特别搭配第一道的情侣装 带着棒球帽 孙应珍虽然素颜 但仍然掩盖不住美貌 跟电视上一样漂亮 至于众人心中的男神选宾 看起来比电视上还要壮一点 一直狂八番 虽然是粉丝 但尊重夫妻俩的私人时间 证明网友决定不打扰 悄悄帮他们买单 选宾和孙应珍要离开前 得知网友抢先结账后 还上前亲自打招呼道歉 亲民举动让网友相当惊喜 信中冒出一堆想说的话 最终结结成一句 真心祝福你们结婚 让夫妻俩一听笑开了花 狂点头用英文向她道谢 Thank you so much 这巧遇也让网友激动不一 支烟跟男神女神对视的瞬间 就像韩剧照进现实一样 选宾和孙应珍在爱的破将剧中十个月后 2021年的元旦成人恋情 已经交往八个月 今年二月宣布婚讯后 获得全球无数粉丝的祝福 如今又在美国甜蜜度蜜月 这让不少网友真心感叹 这才是爱的破将 微博的一期级大结局 两人婚礼之后 毛鱼整理新居 问候双方家人 一直把蜜月日程拖到了四月中旬 目前来看 归国日期暂时未定 简直像童话一般 比电视剧更像电视剧 不得不说 结了婚以后的选宾 更加具有男人魅力了 而结婚以后的孙应珍 也变得更加婉约动人 有了爱情滋润的人生 就是不一样 在选宾和孙应珍 前往纽约餐厅就餐之前 还有网友在大街上 拍到了他们一起散播的场景 照片中 玄冰和孙应珍使得尽扣 干情非常好 他们身穿悠闲服装 看起来就好像是路人一样 可粉丝们依然能够 从他们的背影中 认出是两个人 照片中的街头 人烟稀少 门店紧闭 他们似乎是逛了一个寂寞 不过玄冰与孙应珍出门 帮助孙应珍拿包 拿衣服 拿行李 相当审视体贴 让人看到了他们的好感情 而孙应珍在婚后 也非常黏人 对于玄冰是形影不离 这行人透露 玄冰的蜜月计划 不只是停留在美国一个地方 他们打算通过美国 前往夏威夷 然后再前往欧洲 并且将会前往浪漫的土耳其 在当地居住一段时间 最后再折返韩国 他们的蜜月计划 就是环球一周 不得不说 这样的蜜月旅行 真的非常浪漫 平时工作太忙 出国的时间根本不多 而且旅游的时间更是稀少 难得结婚一次 难得度蜜月 看到要好好感受一下 世界上的美好风景 并且有家人相伴 这样的日子实在太美好 太让人羡慕了 不过出门在外 还是要多多注意安全 特别是在疫情严重的国家 更加需要做好防护 祝愿玄冰和孙应珍 拥有一个美好的蜜月 两人的感情继续乳交四期 永不分离 白头到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